爱滋病毒的感染方法的管道 其实有两种 一种就是过于血 一种就是过于心爱 那么血的管道呢 就是比如那些白粉道友 共同使用一个针筒 或者是不小心输入 输到一些爱滋病患者的血液 这一个管道呢 就是很不普通的了 因为这一个管道 在目前为止 每一间医院都会检验 每一包血的安全性 之后才输血给病人 然后妈妈也能传给 未出世的孩子 那么这个管道也很少了 在目前为止 因为我们有 很好很好的治疗过程 来避免妈妈传给孩子的管道 然后第一 心爱的管道呢 就是最普遍的 到目前为止 可以说是同性年之间 还有异性也是可以 只要多过一个性伴侣 你的风险就会很高 所以我们目前为止 这个管道就是我们最想要 用方法去避免的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